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MPI 现在是3.37分 呀呃 今天大多数的科技股 包括其他科技股 都是就正在面临这个 MA20 的这个支撑线 有些已经是跌破了 有些快要跌破 有些差不多跌破 ok 所以这个MA20呢就是今天这个科技股的这个生命线 啊如果你们有去 操作这个科技股的话 今天呢你去打开图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MA20啊 很多股都是跌破了 呃 跌破MA20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卖出信号 呀当然如果他收款的时候又 站上来啊这个就这个就不需要卖出 但是他已经很多股的都是已经跌破了 呀呃 我看一下如果在4点 50分的时候 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些 会不会涨回去 我觉得今天是很难了啊 呃 所以MPI呢也是一样 呀他 首先呢他没有能力突破这个头马峰 也就是说没有能力突破这个MA60 60天的这个均线 他既然突破不到 肯定就要优称了 呀这个 优称回来这个突破不到吗 就优称了的 这个是肯定了的 呀如果他有他有人力突破的话 应该在三四天里面就突破上去的 如果三四天都突破不到的话 就开始回来了 现在呢刚刚好就是在MA20 看到了没有 呃 我觉得有点是有点危险的 OK是有点危险 那当然这个对我对那些基本面投资者来说 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之前等什么呢 之前就是要等着第二只脚吗 要把这个low 还 要回来了 当然你不知道 但是他肯定会出现一个第二只脚 higher low 应该不会跌破这个low了的啊 不跌破了 还会形成一个higher low 在哪里呢 不知道 但是肯定会形成 因为我不认为他会跌破这个low 吗 他就会形成一个higher low 这个higher low呢 就是第二只脚 就是肯定是一个 买络讯号 OK 这个就是我对今天科技股的一些看法 呀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 快要来了 快要来了 很重要 讲三次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